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有特別的題目是 一位有40年經驗的癌症專家說 不要再上癌症的檔 是的 大家都在我們節目中 經常講很多癌症的問題 因為始終在我們的病人中 癌症可以說是佔最多的 也很可惜 因為大部份來我們的診所 要求我們處理的癌症 很多都已經是最美期 或者可以說臨死才找我們 是佔得相當多的 其實如果大家一早就認識癌症的真相 從而懂得如何處理 很多時候 不需要那麼痛苦 我們以前也曾經介紹 有本書叫做《癌症不是疾病》 Andrew Moritz 這是一本翻譯書 Andrew Moritz好像自己也有癌症 最後他控制了症癌症後 他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結果被翻譯成中文 這本書在我們的健康店都有 很多病人如果他願意 如果他有能力看書 我都會介紹這本書 中英文我也有 我們過去都在網上跟大家講解過 一位加州 Berkeley大學的一位教授 叫Professor Harding Jones 這位是甚麼教授呢 這位是加州大學的 生物物理 Biophysics的教授 這位教授原來很有趣 他每年都會幫美國的癌症基金 癌症協會 去講在他每年的大會的主講嘉賓 他講甚麼呢 他主要是講癌症的數據 癌症的存活率 死亡率 他經過這麼多年的經驗 搜集分析 研究了之後 他結果有一年 他就公開講這句話 他說如果一個人 當被診斷有癌症的時候 如果他選擇 甚麼都不做 甚麼都治療都不理 不做任何治療 是比較一些去選擇 用傳統的 所謂化療開刀 化療電療的方法 甚麼都不做的癌症病人 他的存活率 是可以高到四倍以上 即是說 可以活長多於四倍的 可以活長多於四倍的 這個資料不是我們作的 這個資料 在外國的很多人 都聽過 講過 但這次 這個資料 我們是哪裡來的呢 原來在網站的 WeChat那裏 其實在中國 有很多這些資訊 我時不時都會收到 當然你要去訂閱 有些人會寄一些資料給你 這個人的標題就是這樣 一位40年經驗的癌症專家 他說甚麼呢 他說不要再上癌症的檔 好了 Daina 這個資料你和我手上都有 不如你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是甚麼人來的呢 這位癌症專家 他叫做近騰成 是日本的慶應大學 醫院放射科的醫生 行醫已經超過40年了 他就很勇於發表了很多 關於切身相關 別人又不敢說的醫療意見 讓日本的國民知道 日本的國民就叫做 親切叫做醫界良心 他通常是發表很多 跟大眾切心相關的 但沒有人敢說的 所以他的名字 叫做醫界良心 他還出生在醫學世家 他在慶應大學畢業之後 去了美國留學 還拿了博士學位 回國之後 他就擔任慶應大學醫學部的 放射性科的醫生 他是港師來的 港師 他專攻癌症放射性治療 也是全國文明與防保留連發的先驅 他的功績 就受到社會很高的評價 還要在2012年 榮獲了第60屆的曲池歡獎 這些得獎者對日本的文化有莫大貢獻 他主要有三本書 第一本就是癌症別急著開刀 第二本就是患者不要與癌症鬥爭 第三本就是癌症的放任自流療法 全部都是長小鼠 是 好了 他怎樣說呢 他大概說了十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點 他說 可怕其實不是癌症 而是癌症的治療 是啊 他說 為什麼一般原本很精神的人 拿了癌症之後 通常不熬得很久 大家都聽過 很多朋友裡面突然之間好地地 一被壞人有癌症 根本沒多久就過了生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接受了 癌症的治療 只要不要去治療 就是說 不要治療 癌症 患者就會保持頭腦清晰的狀態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只要處理方法不當 身體都能夠活動至於 有很多癌症是不會痛的 真是痛呢 本身亦都可以控制的 好了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出現痛 難受 或者吃不下飯的那種症狀 也在公司裡面的 所謂的組織的體驗中 就查了 發現了有癌症 做了檢查之後 他就說 這種癌一定是假性癌 quote unquote 他說其實就是假性癌 光靠乳房X光片 就能夠查出的乳腺癌 都有99%是假性癌 但是大部份的患者 都會進行乳房切除手術 所以請大家多加小心 你記住 他是什麼呢? 他幾本書呢? 他最出名的地方是怎樣? 他所做的是全國文明的乳房保留療法的症狀 保留療法的症狀 保留療法的症狀 即是很明顯 他是不會一有乳癌 就記得開刀 沒錯 如果沒有任何不適症狀 其實這些是假性癌 好了 第二點 可以為大英來跟我們分享 他說 直性癌發現得早都沒有用 在第一個癌症幹細胞蛋身那一刻 癌症就奪了縮住生命的時間 就已經確定了 只不過是因為發現得早 表面上的生存時間 相應都變長了 所以在很多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看一下 有十年的生存率 才判斷一個患者 到底有沒有被治好呢? 他剛才所說 大部分這些癌症 即是在檢查中的組織檢查 其實如果沒有任何症狀 又沒有不適 整個百分之九十九十九十的假性癌 他說 就算是真的 即假性是真性 真性的癌發現 早都沒有用 他意思是 因為癌症的整個過程 由你出現細胞的一刻 到奪了病人的性命 其實時間已經定下來 如果你發現得早 你生存的時間就變長了 我已經跟大家說過 因為過去 我經常在癌症機構裡的籌款 什麼紅絲帶 什麼粉紅絲帶 那些東西 經常說 現在到治癌方法 跟以前比 是否好了 他說是呀 因為現在的五年的存活率 比以前是長了 多了的 這位醫生告訴你 其實是假象 因為 以前我們可能發現的時候 是可能要久 即是遲些發現 譬如我當他 第一個癌症細胞出現 單身那一刻 到你過身 當你是十年 當你是十年的時間 好了 以前很多時候 很可能是第六年 第七年才發現 結果五年的存活率 還未變成不高 好了 但今時今日 因為經常推揚 一些人叫他做檢查 組織檢查 細胞組查 結果檢查 很多時候 癌細胞是早發現了 但因為早發現 譬如是十年 一般是十年 當是十年 如果你是第二年 第三年發現的時候 他過到五年的存活率 生存率 便高了 所以不是 我們現在的人 所謂的 所謂的 改善了 五年的存活率 比以前更高 其實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早發現 我當你是一般的癌細胞 第一個開始 到你死 大概十年 我當你是十年 所以這位醫生說 其實你要看到十年之後 他是不是還在呢 才說他是不是醫好了 因為很多人 譬如他十年的時候 他第三年發現了 他在五年之內還在 但接著 過多幾年之後 他就過身 在現時的醫學數據裏 他認為他熬過五年 就叫做好了 雖然他第六年 第七年過身 就不算下去 所以有一種 這樣數字的假象 他說 我們跟以前不同了 我們存活率 其實是說五年 就不是說 以後都還在 我們的存活率 是高了 其實是說五年 所以這位醫生 告訴你 其實根本是假象 你要真真正正 要捱到十年 才能夠告訴你 你是否真的醫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他第二點 那方面 好了 第三點是 手術是人工造成的重傷 做完手術之後 體力就會下降 身體也會很容易受感染 還有可能 留下終身無法治好的後遺症 死在手術桌上面 也是嘗試 如果醫生建議你做手術 最好就詳細點想一下 做完手術會怎樣 想得越具體就越好 而且手術有好可能會激發到癌症 在醫學界有一種形象的說法 一動手術 癌細胞就會大爆發 就會 暴跳越來 對 因為手術流下的傷口 破壞了正常的細胞壁和 血液中的癌細胞 會承虛而有入加速繁殖 最終就大爆發 這個大家都經常都聽到 對不對 這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錄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 還可以提出 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疗法语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因为有40年经验的癌症专家说 不要再上癌症的档 袁医生我们刚才提到 手术是人工造成的重伤 你怎么看 他的经验说 一动手术 癌细胞就会大爆发 就会暴跳如泪 其实有时候 不是说大手术 有些人是做那些抽组织的 好地地 一刀就爆出来 我在多伦多也遇过这些情况 那个病人本身就有些淋巴癌 他的颈部就有一块肿了 好像鸡蛋那么大的一个肿瘤 当然一般的做法就是 哎呀 什么来的 检查了细胞 接着就拿些针去抽 一抽之后 他那块肿瘤 本来是一块肿瘤在这里 接着就爆发 伤口变得很大 接着就不断流血 什么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医生就这么说 其实手术 其实是造成人工的重伤 一做手术就爆了出来 其实有时不需要做手术 你只做一些简单的子宫 那个所谓那个抽组织 那个步骤已经会出现那个问题 好了 好 第四点 他说化疗的剧毒 能够用化疗最好的成人癌呢 只是有急性白血病 抽烟的时间越长 化疗的毒性也都会 是越明显了 是的 明显 那就是说 这是一种毒来的嘛 如果你身体大 你排到机能差 还有你已经吃得多 那当然你身体已经有这么多毒素 再加些化疗毒素 肯定那个副作用 就更加容易 更加明显的 那其实呢 我也听过的 其实有些情况 有些癌症 似乎化疗是有多些帮助 就是可以延长性命一点 是不是 刚才所说 急性的成人的急性白血癌 惡性的淋巴癌 膏软癌 这四种 化疗在这方面 似乎有少少帮助 但是呢 这种癌 其实不是多的 就是不是一个主要癌 主要癌是 直腸癌 乳癌 肺癌 这些就是常见的 没错 其他我所说 其实属于一种癌的好少数 好了 那他第五 他应该怎么说呢 第五点呢 他就说 90%的癌症 无论医不医的生存的时间 亦都是一样的 任医学 如何发展 真正的癌 都是不可以靠人医学的 癌症的消失 奇迹般的生还之类 是动人的故事 大多呢 都是跟这个假性癌有关的 假性癌就好像面上的暗瘡那样 不管他就会自然消失 但是医生呢 通过这个 全媒的大事宣扬 我们把这个癌症医好了 那就是说呢 其实很多癌症呢 都是来来去去 就是好像我曾经订过的本书 癌症不切疾病 是 其实很多人呢 本身是有癌的 但是呢 你不理他 他自己都会好回的 很多子宫颈 那个细胞医变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一时去验 说你有 你不理他 再占一下又没有了 接着又回到 其实 百分之九十的癌症呢 就是 其实很多癌 我本身可以说呢 都会有 自己会消灭 也不一定是 令你致命的 所以这么说呢 其实呢 所谓现在处理的 百分之九十的癌症呢 你治癌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第六点 就算医生确定了你的癌症 要是你感到很痛苦呢 还是静观其变好呢 如果你是感觉不到痛苦 就是 是的 如果你真的上医的话呢 就要好好地去调查一下 看看这个医生的诊断 是不是对的 是的 那他的解释呢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呢 那都是静观其变 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你真的 还要去上医呢 那就调查一下 就是看真一点 医生的诊断是否正确 对吧 是的 不要拿苦离生 是的 那第七点呢 手术成功了呢 就不等于医痕癌症 就算手术做得非常完美 无限可击 课真价实的 固体癌 都是不会 都是一样会复发的 是的 在医学上呢 很有趣的 我有本书呢 是叫做 Health at the Cross Road 这个作者是一位博士来的 那他就在第一个版 他就说 现在的癌症那种 这样的逻辑很怪的 那他说呢 现在呢 譬如他有一种方法 是一种放射的方法 那就是治疗一些肿瘤 那肿瘤呢 在货射的期间呢 真的缩小了 缩小了 那但是病人呢 在治疗期间死了 那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一种属于成功呢 他认为这种是成功的治疗 因为肿瘤小了 但是个人死了 因为肿瘤小了 这个是现在医学的逻辑 所以真的 大家真的要明白 那 是啊 好了 是缩小了 没意思的 因为就算是那些固体的癌 都会复发的 是 好 第八点 越是先进的疗法呢 就越要小心 因为很多科技呢 明明是这个试验阶段 但是呢 就加了这个先进两个字 患者呢 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那总之大家 对先进两个字的疗法 要多加小心 先进等于试验期间 嗯 好了 第九呢 第九 检查的做法呢 是 应该是360度全方位的发射X光 拍摄出人体的环节面 一次的CT检查 放射线的剂量相多于普通X光片的200至30倍 300倍 哦 好恐怖啊 一次的CT检查呢 的射线剂量足以诱发这个癌症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在电台以前都和大家分享一个资料 就是很多女性呢 每年呢 去做那个 乳房的X光的嘛 嗯 你知道啦 整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是 因为她要将乳房呢 结得很扁 嗯 很痛的 那跟着呢 其实就照X光而已 是 那结果她发现呢 她说呢 你每做一次这个的乳房的X光的mammogram的检查呢 你就增加你那个癌的机会1%的 是 那就是说呢 你每年去做了10次呢 你就将你的乳癌的机会呢 是增加到10%的 是啊 那你明白吗 一个CT那个scan呢 哇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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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普通的X光片的 300倍 300倍 就这样一个CT 本身已经可以造致是 产生因为辐射引发的癌了 好了 最后一点 强化免疫力对于癌症的预防和治疗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无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免疫细胞 是负责攻打外来的东西的 但是癌症细胞呢 是人体本身的细胞变出来的 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不会把癌细胞视作敌人 癌之所以能够长大到1厘米呢 是因为会被检查出来的 是因为NK免疫细胞没有把癌症细胞当成敌人 这个免疫系统是无法消灭那些癌细胞的 是贴责力的 现在很多是这样的 你注射了什么治疗啊 是否刺得开刀 我不是开刀 我也不是花尿电疗 我这叫做 Immune therapy 就是免疫治疗 这个医生又说出一个荒谬的地方 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呢 其实供打外来的异物 是 就是外来的细胞 但是癌就是身体本身的细胞 我和大家都分享过 其实癌是本身的 我们叫做伸直细胞 在我们身体的不正确的 不正当的地方 是企图成为一个胎儿 那就是在我们身体的 受人的细胞开始 我们的细胞就开始 不断地分化 一种地增加 一变二变四来增加 那从而慢慢地 它就开始变成不同的身体的组织 不同的身体的器官 那原来有一类的细胞呢 其实是身体的伸直细胞 就是可能高院的细胞 青虫或者是卵巢的细胞 那这些伸直细胞呢 在我们身体的分化的时候 分化的时候 它就会可能 在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地方 是逗留了下来的 那可能 好了 那在我们的一生里面 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伸直细胞 Germ Cell 其实每一个伸直细胞 都是有能力 成为一个胎儿 那好了 那在它那个身体 逗留的成统之后 成为一个整体的身体 因为有这些细胞细胞 是围留在不同的地方 它在我们一生里面 是有一些企图想成长 那成长成为一个胎儿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身体的 所谓的那个 酵素足够呢 我将这些细胞 就消化了它 就是处理了它 但当我们身体的 那个胎脏酵素不足的时候 这些这样的身体的 本身的伸直细胞 就会在某个地方 就成长成为一个流种 其实它想成为一个胎儿 那所谓一般的 所谓的强化免疫 增加免疫力 这种这样的 是无益于 那个癌症的预防治疗 那甚至可以说 是完全无效的 那所以现在你出面 曾经听到 这些这样的 就是化疗 治疗 那现在最近 亦都有一种 叫做 target 叫做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种 化疗药 是标靶 标靶 那整个都是当成 一种新的有效 好像这位 40年经验的 一种 一个流症 一个癌症的专家 他说 其实这些所谓的 先进的东西 其实都实现的 真正的问题 都是怎么样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陈佳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欢迎回来元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 一位有40年经验的癌症专家说 不要再上癌症的档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专家说的10个大点 就是叫人有癌症 什么都不要做就最好 其实他说只算做都没用 对 他说你以为做多了 其实做了之后可能还吃得更快 好了 他最后说那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做呢 他说忘记癌症 不要做手术 也都不要做放尿 更加不要做化尿 等身体开始受难 难受的时候 就是不舒服 那时候才想办法去缓解痛楚 这样就可以在这个最轻松舒服的状态下延长生命 如果医生没有说明的话 就不要去问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究竟可以活到几时 因为很多时候医生说 如果不是这样做 你就还有几个月的命 如果你做了 就多两个月 可以这样说 但他不要教识给你听 所谓多两个月是否真的 以及那两个月的生活质素会如何 脱了头发 吐吐 瘦干 这就是最后剩下的时间 所以他就告诉你 不要搞它 如果身体真的有症状不舒服 就处理不舒服的那些便足够了 没错 他说无论患者得到癌症 或者其他的疾病 当然都需要医生做完整的治疗行为 即是要看医生 但患者没有必要将 那个决定治疗的方针 大权全部交给医生 是吧 医生也没有资格 对患者指手挖脚 这个是说的 这是日本 是吧 你知道日本人 那个文化很尊重 那些所谓的权威人士 对吧 他也不说叫你不要提医生 只不过 怎样都好 你都要 不要什么都由医生说完 你自己都要 自己要听一下 自己要做 这是日本的文化 对吧 好了 他说我们学习一些不断滚动的石头 滚动的石头 就不会生青苔的 只要是活动的身躯 多转动大脑 大脑 身体就不会生瘦了 人体就不会生透了 只要让感情上变得更加丰富 每日都有喜怒哀乐 我们的五感 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都不会变得迟钝 远离你 认你不开心的事情 珍惜活着的喜悦 合适当地活动手脚 活动嘴皮脂 活动转动大脑 保持感情和感官的灵活 经常走路 血压就会全身来运转 不会在下半身 血压就会比较稳定 哈哈大小 有助于运动表情机 还有是横隔膜 呼吸会变得更加深 还有从横都会变得好 整个身体都暖起来 哈哈大小 是的 我记得在外国有几本很出名的书 其中一个作者患了很严重的病 结果他租了很多笑片 舊的带 罗罗哈地 他每天就看这些书片大笑大笑大笑 结果他的病好回来 他的病是好像身体一种组织系统硬化的 是挺严重的 就是医学上没得医的了 他既然没得医 就用这个方法了 结果自己医好了之后 他就到处讲学 写了这本书 到处讲学 很有趣 因为他始终是做得很辛苦的 经常都没什么休息的 结果完成之后 他又有一个严重的病出现了 他又照样用这个方法 又治疗症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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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治疗症 多做自己欢喜的事情 就能够让心情变得喜悦了 让身体分泌更多血清素 多巴胺 耐菲胎 这就是身体运动做出来的 身体运动就会增加血清素 多巴胺 这就会提升意欲和情绪 如此一来 人生就会变得更加快乐 经常告诉我 只要心情愉快 就会忘记一点点的不息 癌症也不会大爆发 他说不要抑鬱 最重要的是 不要抑鬱 就是不要抑鬱 不开心 才是最贴合自然肌理 最伟大的保健方法 很有道理 大家可能也有机会在微信里 就已经看到这个资料 但不要紧要 我们都在这里 将成都主要 完全地和大家讨论 公布出来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